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姜维平 今天想继续谈一谈有关亿万富豪王健林的一些事情 我已经发表了两期视频 谈论大连走出来的亿万富豪王健林的发家史 看来点击率比较高 没想到啊,很多人喜欢看 估计可能我讲这个故事和网上流传那些还有所不同 这可能是因为我是从一个记者和文人的视角去谈论他 有一个普通人成长为一位众人蜀目的亿万大亨 那么呢,这一次第三部分呢 我想再着重谈一谈 就是王健林呢 是如何就是利用足球这张名片 这个增加知名度 增进他和政府的关系 这个使自己的生意更上一层楼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啊 这个东北的大连啊 这个城市啊 这个是一个足球城啊 我对它非常有情感 因为我生在那个地方 长在那个地方 从小的时候啊 就受到这个城市的这个感染啊 这个市民民的影响啊 也变成一个足球迷 这个当然我对足球所知甚少啊 后来呢,我在新华社大连的记者站工作的时候啊 领导安排我 专门采访这个体育报道 那个时候体育的报道这个领域啊 比较苦啊 这个 谁都不愿做啊 比较累 比较苦 而且比较单调 所以呢,我就 有幸啊 通过这个工作啊 这个 接触了好多的这个足球运动员 和教练员 其中包括那些 非常有名的教练啊 和这个球星啊 不管是 男子啊 球足球 还是女子足球 我认识了很多很多的人 可能这个 历届的啊 就是说那些 包括 解放之初那些 比较资深的足球运动员啊 也包括后来一些啊 后来诞生的啊 这个 一些这个 这个世界比较有名的 中国球星 我都和他们打过交道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呃 介绍毛泽东 医生曾经 这个 赞赏过的啊 和他握手啊 合影的运动员 其实 这个人呢 这个 后来呢 我写了一篇文章 发表在中国体育报上 啊 这个 这个运动员呢 这个 曾经和毛泽东 在一场比赛之后啊 足球比赛之后啊 曾经和毛泽东两个 这个 握手 还有个合影 叫李长平啊 这些我就不要多讲 我是说什么呢 王剑林啊 他刚来到大连的时候 这个 他未必是一个足球迷 后来也是受到大连这个 社会风气的影响啊 他对足球啊 也慢慢的爱好起来 但是他真正的成为一个啊 足球迷 足球专家 又是足球力这个资助的 一个老板 那还都是 这个 后来的故事 说起来这个话长啊 这个王剑林啊 他在这个大连陆军学校啊 曾经工作一段时间 在那个政治部啊 曾经负责过宣传 和这个 这个机关打交道比较多 也做过这种像 类似于公共关系这种工作 那时候呢 经常啊 和大连市政府的一些官员啊 接触 因为他当时在 我记得 王剑林干过一段 这个这个 后勤这方面的工作啊 总是 专门跑这个政府 和地方政府打交道 包括县啊 市啊 那个时候 王剑林也喜欢写一些稿件 写一些诗歌 投到大连日报去啊 后来为什么 他这个 成为老板之后 聘请大连日报的记者 做顾问啊 做这个助手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以前 他和这些人啊 都有过这个 或多或少的接触 即使没有接触呢 他也就是说 知道这些人的名声 那么同时呢 也和大连的市政府 叫提委啊 提据的人呢 也借了联系 他的太太啊 本身就是一个体育迷 大概是搞田径的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个子高高的 身体很健壮啊 这个 跑得很快 田径啊 运动员 那么他也在 这个大连市提委 这个工作 黄建林呢 后来 这个和他太太结婚以后啊 就是和这提委的关系 也更加密切 那么提委呢 是以足球为核心 当时大连的足球队啊 运动员啊 几乎囊括了 国家运动员的阵容 也就是说 国家运动员当中 好多人呢 都是大连这个 这个出身 那么他接触这个 足球界以后啊 给他这个 就是创办企业 带来这个 一些便利条件 他承包了这个 大连西港区啊 这个防务开发公司之后啊 把一个亏损的企业啊 变成一个略微能够 营业的企业 盈利的企业 但是那时候 还没有 还不太有钱 这个王建林啊 很聪明 他和这个 足球教练啊 还有一些体育教练 就是建立关系啊 这个主要的动力啊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当时大连的市长 薄熙来啊 他非常的喜欢 这个足球 其实啊 如果深层子讲 薄熙来是一个 从北京过来的啊 那么他原先呢 对足球也是略知一样 也是不懂 也没有浓厚的兴趣 但是他看到什么呢 可以把大连这张名片呢 拿出来 这张名片就是足球 就足球城 他为了这个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他为了自己的政绩啊 为了自己的以后的试图的发展啊 他就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啊 来这个 这个主抓大连的足球界 首先这个大连是体育界啊 体委啊 这些人 都环绕了他 这个搞了很多活动 那么对于这个王健林来讲啊 商人嘛 都是非常精明 过去大家流传一个话 叫什么叫 投其所好 送其所要 一般商人啊 都是这样 为了 盈利啊 需要人脉关系 为了打通这些关系呢 都可能要揣摩 这个对方的一些爱好兴趣 刚好 这个薄熙来想 振兴足球城啊 王健林呢 也想通过足球 打出知名度来 因为当时他的企业 知名度很低啊 别人都不知道 做生意啊 人家不理的 有了足球这张招牌啊 对薄熙来来说 和对王健林来说 都能找到共同点 那么王健林 他本身呢 不是很有钱 但是那个时候 他知道薄熙来啊 这个 主抓足球 要干出城镜 那么薄熙来只能下令嘛 就是政府啊 要重视足球 但是没有钱怎么办 那么找赞助单位 那个时候啊 这个找 寻找赞助单位啊 比较难 因为很多企业啊 效益不是太好 而且即使比较好 让他把这个钱啊 拿到 给这个体委啊 或者是足球队 这个打广告 或者是做一些 其他的活动啊 他们就是觉得 花不来 这个中国的体制啊 和加拿大不谈 我记得 前年啊 打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个市长啊 一个叫福特 现在已经过世了 他就是因为什么呢 帮助一个 他本身也是一个足球迷 他就帮助一个足球队啊 拉了一批广告啊 拉了一笔赞助 大概有两千多块钱 结果后来 被当成啊 这个 当成一件就是这个 所惠 叫做坏事 受到了批评 还有一个市民 把他告到法庭 但在大连呢 在中国不是这样 企业的老板 这个看着官员的 某一个官员的面子 给某一个足球队 拿一笔广告费 或者是服装费 或者是这个 食品费啊 等等吧 给一点赞助 这个不算犯法 我相信可能到今天为止啊 王岐山主导反腐败 可能基层这种行为啊 可能现在也不多见了 那个年代啊 薄熙来本身啊 经常下令 某某企业 给这个足球队赞助 那么王剑林 也是其中的一个 就是说 薄熙来呢 看到这个足球啊 可以给自己这个 正习啊 增添光彩 王剑林看到领导很喜欢 又可以把足球队这个 通过足球队增加自己 这个生意的职位 所以他就一拍即合啊 王剑林就 拿了很多钱啊 赞助这个大连的足球 据我所知啊 当时赞助的这个 赞助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比较广 而且后来干脆 说性把大连这个足球队啊 变成万达足球队 所以这个薄熙来对 王剑林啊 非常欣赏 王剑林也慢慢的啊 就通过足球啊 和足球论员这个接触 和教练员的交往 也提升了自己的 这个兴趣和文化水平 王剑林原先呢 是一个文化素质 不高的一个 部队的战士 从部队里出来 这个人呢 这个比较粗 比较粗犷 这个不是很 就很有文采的 说话也不多呀 就是口齿不是很凌厉的 但是他很善于学习 他就是把自己啊 迅速变成一个足球迷 适应这个大连行事发展的需要 所以立刻他这个企业啊 就增加了啊 非常大的这个致命 我记得啊 以前大连市民很少知道 王剑林是科学人员 因为大连这个企业很多吧 那个时候 这个很多人呢 这个纷纷的承包那些 集体不太盈利的企业啊 想发家支付啊 干一番事业 王剑林不过是其中的一个 那时候知道啊 这个万达 这个公司啊 这个人呢 不多 但是通过这个足球 立刻啊 他出了名 那么他经常 他这个身影啊 这个 矮小的身影啊 就出现在这个足球场上 经常啊 也出现在一些社交场合上 有的时候 这个薄熙来搞一些会议啊 重要会议啊 特别是足球方面的 体育方面的 都请王剑林来站台啊 人们立刻知道了 王剑林这个名字 王剑林太伟大了 他给这个足球城增添了新的光彩 因为足球的发展啊 这个特别需要这个资金 因为以前呢 中国的足球啊 这个曾经培养了一代一代的这个人才啊 从小抓起啊 但是始终没有啊 就是这个 这个从主亚洲走向世界的梦想 实现 这个始终没有 没有实现啊 所以 这个 大家分外的 在这方面 估计 那时候 王剑林这个 通过这个 和足球结缘啊 啊 也是和这个 波克西来这个愿望啊 这个远景 对接 迅速使自己的 这个企业成了大连是知名度最高的企业自己 他也通过这个国家体委啊 省市体委 这些官员呢 也扩大了自己的商机 那么赚了很多钱呢 我相信啊 他赚的钱 远远的超过他给足球的这个 给体育的贡献 那么后来呢 这个王剑林啊 在1999年的时候 这个王剑林 和这个足球界 发生了一些 这个 矛盾 据我所知啊 主要是足球 通过这个和足球的交往啊 不断的赞助足球队 王剑林看到了这个足球领域里的一部分黑暗 这些黑暗包括什么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黑哨 打 催黑哨啊 打黑球 就这个 在足球场上 有一些 这个 外人看不到 深藏在内部的 就腐败行为 主要是什么东西 拳钱交易啊 这个催黑哨啊 这个 足球场上的各种 这个不政治分 当地的媒体 当时也做了一些报道 王剑林呢 肯定比那个 我们所知道的多得多 就是你的内幕 甚至有一些人 甚至有一些人利用足球来赌博 操控某一方 这个亚裔某一方 愚弄这个舆论 愚弄这个球迷 除了很多问题 这方面啊 我过去也写过一些报道 读者们可以从网上去查阅啊 我就在这里 就不去细讲 为什么 因为本身呢 我是一个大连人 我也希望通过我的这个 回忆啊 给大连人多增点正能量 我也不想讲大连不好的坏话 是不是啊 但是呢 据我所知 当时王剑林呢 对足球界的黑暗 和中国足球 无法走向世界的原因 体制的原因呢 这个 等等吧 他非常的失望 他有很多的想法 他就觉得 这个自己过去赞助足球 花了这么多的钱 但是呢 却没有 就是说 使中国足球啊 取得成绩 那么过去呢 我刚才讲到了嘛 大部分的足球动员呢 都来自大连 大连人民感到很骄傲 实际上深的研究啊 这正是大连这个 这个足球界这种啊 近亲繁殖 搞关系球啊 关系户啊 培养人才方面 这个没有这个透明度 而且拉帮结伙等等啊 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长处是足球层 这个非常荣耀 同时看出 足球层也有一部分的 就是这个阴暗面 也就是说呢 没有很好的 很开放事的啊 面向全国去 培养人才 而且是 而是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啊 这样 这样的这个行程 所以始终啊 搞得不大起 那么呢 在一些这个 足球比赛当中啊 这个甲鸡比赛啊 等等吧 一些比赛 我就不去多举例 就是王健林 都担任了重要的角色 他也发现了严重的问题 据说啊 王健林对这种腐败的情况 非常的 恼弄 我记得有一次 呃 王健林曾经在新闻发布会上啊 被这种 就是吹黑哨 打黑球啊 曾经发脾气 但是后来报道当中 当然就 没有更详细的披露 这是因为 媒体啊 报道受到了 市委宣传部的限制 也受到了 波西来的严控 大家不能讲真话 这是一个方面的情况 那么另一个方面呢 1999年的时候啊 这个大连市啊 这个人事发生了 重要的变化 也就波西来 当了八年 这个这个市长啊 又转战到 这个市委 担任市委书记 因为一个人 他在地方干的时间太长 这个培养了很多 自己的党羽啊 这个 不管是贪污受贿 还是熏事汪法 都非常严重 也就是说呢 群众的举报 纷纷的给中纪委写信 告波西来 但波西来当时呢 由他爸爸这个大叔 这个折挡啊 没有任何人敢动他 包括胡锦涛啊 这些人啊 江泽民这些人 都给他面子 那么 但是在足球这个领域里啊 就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王建林 他就是在这里啊 就发生了一个 很大的变化 就是由过去 他紧紧的追随波西来 到这个1999年呢 就发现 他和波西来这个关系啊 略微有了一些 微妙的变化 那么一种观点说 就是我刚才上面讲到 就王建林看到 这个在这个足球领域啊 还有其他领域的问题 他担心自己的企业 受到波西来的牵连 他就来一个 这个 华丽的转身啊 他就把这个足球队 也抛出去 当时接手的这个 这个部门啊 接手的公司啊 那就是这个 徐明这个公司 这后来 这个 这个 就是 施德集团啊 接手了这个 万达足球队 也就是万达 赞助了足球队啊 像个节力赛一样啊 把这个 节力棒 传给了 这个 嗯 虚明 那么一种说法说 是波西来啊 牵线打桥 让这个虚明啊 接过着这个足球 足球队 因为足球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啊 那么让这个 王建林啊 从中解脱 这是一种说法 另一种说法 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王建林 这个看到了 波西来政治前程 将来肯定会有问题 因为王建林非常聪明 因为他通过 这个当时的 一个市委书记啊 这个曹伯存啊 这个波西来的内斗 官场这些内幕啊 这些名声暗将啊 这些矛盾冲突啊 这个王建林 他非常担心自己的起